干燥的杂草被大火烧的琵琶作响 火势在峰市柱掌下延烧 消防员赶紧拉水线抢救 我们来处理这块就好了 公墓发生杂草火紧 消防员扑灭火势后 只见现场草地烧光一片焦黑 连墓地的坟头 违翔也被熏黑 元宵节过后是传统客家扫墓时节 而苗栗是客家大县 光是12号一整天 县内就发现了49件公墓和杂草火警 苗栗见消防局官方脸书 整理出许多网路幽默评论 像是集合住宅火警延烧数百户 房子烧了只能回子孙住了 每年要被火葬好多次 我要写个惨字写在祖先和消防员脚上 虽然逗趣却也道出消防员疲于奔命的无奈 消防局也提醒扫墓民众 牢记不任意焚烧杂草 不随意丢烟地 不让民旨飞扬 不放爆竹烟火 以及记得扑灭余境 记得随手收拾垃圾 否则扫墓变成了烧墓 对祖先也是大不敬 欢迎订阅黄诸礼品行夫绍青 杨力宝导 嗨 我是庄宇杰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 赶快订阅华世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